各位網友,晚安 我們HAY FIVE,這是晚間新聞報道 對,你平時說是傍晚的 我應該是喜哥 大家好,我是吳仔 現在嚇到我,香港的新聞 因為變種病毒殺入東沖心臟 哇,強檢,達5.7萬人 嚇死你,你只看了一張圖的人多到 東沖現在弄得好像很誇張 因為計算了,因為東沖那邊11.4萬人 就算一半的話,都可以高達5.7萬人 市民就說,你是不是看輕了東沖的居民的數量 搞到現在的排隊,其實今天很曬的 很曬的,很辛苦的,強檢 說到如果三天之內找不到源頭 就會爆第五波 而這第五波可能是變種病毒 可能聚了一些人 真的不要問為什麼 是啊 但是5.7萬人強檢又聚了他 這班人高危要驗 但是背部貼背部排隊 真的 喜哥又說出盲腸來 真的小朋友才看到的 那些官員想這些 很有道理 他們看不到 這班人危險,要驗他們出來 但這班人先聚一下 神經病 只有一口笑 都是說笑而已 香港那些事情 再說這個酒吧 復了業 生意淡薄 就說那些酒吧 全部要打了一針才說 可以去光顧飲酒 誰敢這樣追 神經病 對 能打的都很想健康 又不會去對 很想健康 會想健康 很想健康 對 會想健康不對酒 喝了酒 待會打針有時候又說 你有喝酒的習慣 真的很矛盾 業界就說 因為那些無需打針的餐廳酒吧 就會搶走他們的生意 當然 其實那些所謂的餐廳酒吧 有東西吃又有酒喝的那些 從來都沒有停業 沒有啊 你隨便去吃那些日本料理 都可以扔背 Sake 對 吃薄餅那些有啤酒喝的 對 所以這些都是 真是 不知道怎麼搞的 可能遲些 沒有酒吧都不定 這樣搞法 就是家裡 就是這樣說這些 疫症的新聞也很多 說說外國 印度那邊又說有記者 在家裡染疫 家中等死 死亡直播二十小時 求救訊息 超絕望 打到醫院又打不通電話 令我想起每一年 香港的七月打電話 去哪裡求救 叫天不應叫地不問 印度的情況相當嚴重 印度神童那裡我省了去 大家要看 看我今天這條新片 很多人追看 另外 就有一個叫做球王 美斯 都打了科興 就說美洲杯全民接種 他有功勞 為什麼會這樣呢 西班牙加泰羅利亞地區的報道 就說南美足協已經發出規定 要求所有參加美洲杯的球員 就是隊伍、教練、職員 都要接種疫苗 他們獲得五萬劑的中國科興疫苗 除了美斯之外 整個國家隊全員都接種了科興 這樣說 他們都是一些比較 球員就很有錢 但這些地區就比較窮 這樣說 叫大家分析一下 美斯其實都代言了很多東西 你說健康產品 但經常說 這些很健康的 第一級球員 他們的身體和普通人的身體是兩回事 那就是粗得那麼狠 他們是超人 我們是普通人 他們有些東西是否值得代言呢 如果你說有個老伯、婆婆走出來 我打科興沒事 96歲 我現在哈哈 接觸一些病人 我還在做義工 沒事 那些人可能會釋除疑慮 喂 美斯那些那麼厲害 之前好像斯朗也中了招 沒有事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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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完衣服之後單手弄到鐵閘 斯朗也好 對 這些很難作準的 當然有明星效應 是誰 美斯都打 不怕 KOL 他是疫苗 KOL 講講其他不同的新聞 再講一單 就說什麼 港星航班爆滿 國泰票價1.45萬 飛一飛新加坡 四天而已 是啊 四天機票 只是機票而已 一萬四千多 神經病 找鬼去嗎 小鬼 以前飛新加坡二千頭都有 是不是 是啊 這張可以飛去哪裡 美國的 應該是14000元 你飛澳洲也是五六千而已 喂 真的 但香港很多有錢人 找得他很久 有錢就出去搞搞 好 講講香港新聞 這個 這個 灣仔 一個女子 及一女童 就被人淋黑油 好 地面就圍樓 一個交進 今天是下午兩點多 灣仔分裂街18號 對開一個位置 究竟什麼事 最初他以為是母女 但他不是這樣寫 喜哥猜一下什麼事 猜一下 不知道 被人淋黑油 欠人錢 不是淋紅的嗎 不知道 買不到紅色 不要說我們不知道 我們真的不知道 我們只是猜一下 但他又不是母女 會不會是情債糾紛呢 情債糾紛 淋什麼水 好難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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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些再度跟進 你們只是猜一下 沒有答案 純粹是八卦輿論 另外大埔有兩個男人 扮客走入珠寶店 立了兩條金鏈 奪門逃逸 扮客拿一條來看看 然後走 在哪裏 沒有大字 不夾整個 拿一條去走 什麼 沒有大字 彈球掉身 待會再說些沒有大字 他在大埔廣場 二樓的一間珠寶店 這裡我們以前經常去 我們一不在鎮著牆 馬上被人偷東西 兩名男子扮客 去商場二樓 選購今年 職員 一試帶 其中一個趁職員 不為意 納了兩條價值五萬元的 今年奪門奔走 往大圓村方向逃去 另一人則相反方向逃跑 就是夾定 職員大叫搶野 有街坊協助追賊 仍未能追上 就是平時有跑開步 警方接報到場 兜折無果 剩下閉路電視 緝拿兩名賊人歸案 不知道 找不到 還未找到 你說他沒有大志 也拿了五萬元的 接著說一個更沒有大志 25歲男子 亮刀劫兩架的士 搶六千九百元 不是吧 是嗎 不是 這個不算沒有大志 六千九 之前五個人入屋打劫三千元 那個是他不知道別人這麼鬥 有錢也不是住那裡 他住那裡當然是劏房而已 是的 這個25歲男子搶完的士之後 轉了兩輛車 就試圖離開來的金船 金蟬脫殼 仍然被捕 為什麼這麼厲害呢 今天 不是今天 Sorry 今月中 一名25歲男子 在港島兩道辦客 就上的士 臨下車 就拿出戒刀 威脅司機 交出現金 就劫去六千九百元 男疑犯在犯案後 就為了逃避警方的追捷 就轉了幾架的士 進入不同的大廈 裡面再換衣服 想著行 企圖金蟬脫殼 警方翻查閉路電視 鎖定這個疑犯 就是昨天29日 在華富村 將疑犯拘捕 他報稱無業 和而有黑社會背景 我想 我猜不是 CCTV捉到他 我猜是因為他的黑社會背景 因為這些通常 以前我們出來逛街的時候 一定捉到的 如果你有背景 因為這些人最流行 就是吃了大茶飯 拿出去威脅 六千九都很威脅 不是啊 現在有飯吃 平時沒有飯吃 當然跟別人說一下 很容易讓開他 最近阿陳仔做了一件大事 一個傳一個 傳一下 你知道裡面有些陳詠仁在那裡 真的會知道 無間道 我猜一下 如果沒有黑社會背景 可能比較難抓 說真的 你說用CCTV鎖定那個人 你戴了口罩 哪有這麼容易找到 只是眼睛 那也是 是啊 他不說背景 我也覺得 最終拘捕姓曹的男子 現在正在調查 這件事 就是這樣 講講其他關於政治的 大家聽聽 六四集會案 六四集會怎麼會是案 真是慘 黃之鋒、沈澳輝等四人認罪 就須還押 下周四判刑 就是說去年六四晚會 遭到警方反對 其實很多人參加 但是又拿了些人出來祭旗 應該不止他們幾個 不過這個新聞好像 我不知道有沒有更多資料 好像 李卓仁、黎智英、賀俊仁 還有其餘二十多人 都是分別被控非法煽動他人參與 還要舉行參與未經批准的集結 其實黃之鋒 是不是已經在監獄裏面 再拘捕他一次 不知道 總之 如果這班人坐牢 其實幫我們去年 有人參加六四晚會的人 就是幫他們坐牢 那個感覺就是 代他們坐牢 那你 叫做什麼 法不自眾 他不自眾就找幾個頭出來 誰出名就是誰 這樣 所以你看不到一些很出名的Youtuber 舉了旗子 做這些事情 沒有 有了國安法之後 但六四 都沒有國安法成立 去年是六月四號 國安法是七月一號成立 這些就 唉 他又不是用國安法拉來 不過香港的事情真的 唉 不懂得說 說得多都沒有益 對 再說 警察在深水埗截查私家車的時候 起鑊大麻油 抓了三個人 嘩 找到什麼 50支 約重567克 懷疑大麻油 和7千元現金 拘捕了一名 19歲的姓譚本地男子 很小 19歲 另外一個26歲姓蕭的本地男子 還有一個22歲的女子 22歲 說涉嫌在停牌期間的駕駛 以及駕駛沒有第三者保險的車輛 說那輛車都不知道在哪裡 對 那輛車都不知道在哪裡找回來 這些都是犯罪的分子 跟大家講講 他們掃毒掃得很厲害 這陣子 今天的新聞差不多了 再說一件趣聞給大家聽 在北京有一個藝術比賽 一個奇葩作品 本身有一個很高的機會得獎 誰知被人發現 那件藝術品是什麼 很多用女人的空圍 黏在一起 拿去參展 誰知發現那些內衣 空圍 全部都是偷回來的 最後被取消資格 有味 才能引發藝術的感覺出來 這件事我覺得是趣聞 唉 不過說到這裡 我都沒什麼心思說趣聞 剛才說到香港這個地方 是這樣的 接下來又六月了 不知道怎樣 接下來 你會看到香港 我想是一個變了不同的感覺 當然你說去年很多人 積極參與某些事情 但是中過水炮車 我看到那些藍色龜波起工 我真的嚇倒了 那究竟之後香港會變成怎樣呢 那這班人是否又會入獄呢 那就跟貼香港的新聞報道 今天時間差不多 如果喜歡我們的影片 記得訂閱鈴鐺 快點出去留言給你 還有今天天氣挺漂亮 可以看看天氣 拜拜